欢迎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 许多人在讨论的 我们在昨天也几乎用了一整个小时讨论 川普会不会重敬白宫而改变整个全世界的秩序 欧洲相当的害怕 我们说Fenton就是真正的鬼魅 很可能会来了 而国际秩序将从1945年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所有的全部都被改变掉 但是另外一个很大的一项变数 是很少人思考到的 由于俄乌战争的结果 导致了俄罗斯和朝鲜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盟 在过去朝鲜的老大哥 就是中国 而中国本身因为它的供应链 跟美国跟全世界西方紧紧相依 所以它对朝鲜的援助 可能就偷偷地给煤矿 偷偷地给粮食等等 它不敢像俄罗斯这样全面性地 和它进行军事的合作 但俄罗斯自从俄乌战争之后 它被西方全面的制裁 我没什么好怕你的 于是它就把航太技术 很多它所拥有的 在战略上头 尤其是战争武器上头的重大技术 交给朝鲜 而朝鲜把它的传统武器 交给了俄罗斯 我们在上个礼拜做出了一个报道 在本周一个非常重要的 上个礼拜延续性的报道 就是朝鲜正式地 修改它的宪法 这个宪法里头就是 我不打算和平统一南韩 而它的态度代表什么样的意涵呢 第一个人们认为在这个情况里头 北韩的领导者金正恩 在这场最高人民会里头 所发表的演说 代表过去他已经扬弃了金氏家族的统一目标 而且不把南韩当成同一个民族的人 当成头号敌人 而长期观察北韩动态的 Stanford大学几位重要的 一些相关的权威智库的 好几个不同的人 最后的看法都注意到 现在金正恩给外界的讯号是有所不同的 已经不是发飞弹 允许大家注意到 然后交换哪些 大家妥协哪些 已经不是了 它基本上是一场 可能做出真正要发动战争的战略准备 所以很可能你以为的战争 现在只在Gaza 只在乌克兰 然后目前这两场战争 一个残酷 一个是目前为止是不可解决 而且乌克兰看起来得不到援助的状况 但是最悲惨的战争 因为北韩是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 南韩是完全没有招架之力 美国会不会介入 如果是川普 他可能不会介入 北韩的战争 北韩的战争 是一场战争 是一场战争 但是证据说 他的南韩的法律 可以改变 中国和南韩的战争 是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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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三代金氏王朝统治下最大的政策转弯 金正恩尼的副主辈的意愿宣告不再寻求南北韩统一 更不把同文同种的南韩人视为同一个民族 而是北韩的头号敌人 他要求民文言禁北韩民众使用三千里紧修江山 八千万同胞等 武道两韩为同主的词汇 并加强将南韩视为头号敌对国家 永远的主题相关交易 조선중앙TV 화면에 나오는 통일과 관련된 자막과 그래픽도 모두 삭제하고 있는 것으로 파악됐습니다 어린이 방송 시간을 알리는 첫 화면 아이들이 통일이라는 글자를 들고 있는 이 장면은 아예 다른 화면으로 바뀌었습니다 교실을 촬영한 이 영상물에 등장했던 조국통일 우리의 소원이란 문구는 삭제됐고 교실 벽에 걸려있던 한반도 지도도 완전히 가리는 등 이 시각 세계에 따라서 조국과 함께 공개하고 있는 기관 한국의 대화에 따라서 한국의 대화를 통해 한국의 대화에 따라서 일본을 통해서 한국의 대화에 따라서 지난 후에 대화에 따라서 한국의 대화에 따라서 한국의 대화에 따라서 她正在2022年 影片成为当前各级学校的教材 突显平壤当局对南韩流行文化的渗透 才取日益严厉的态度 现在金正恩最痛的部分 MZ世代、 下世代、青年、青年 和生活方式 改变了改变 这种工作是 再次进行北韩方式 改变了这种工作 这种工作是 金正恩和民族概念 金正恩的指示 提供平安的 祝国统一三大宪章纪念塔 又称统一门 如同于平壤南郊 通往开城的高速公路路口 是2000年时任南韩总统 金大宗反馈平壤 与北韩前领导人金正日 举行两韩领导人峰会后 由金正日下令刑检 象征北韩人民对统一的盼望 但金正恩在施政演说中 说这狗门很哀眼 更是眼中定后 监控北韩动态的新闻网站 NKnews 最先发布的卫星图片显示 19号还首立的统一门 在23号已经不见了 金正恩还要求宪法正列 只要发生战争 就是两韩统一之日 北韩将收复南韩 纳入共和国奖议 史丹佛大学和科学家赫克 与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卡林 在美国智库北纬38度网站上 共同发表一篇文章指出 金正恩最新一轮点外界的信号 与过去有所不同 对于北韩的敌意 已不是单纯的威胁 长期研究北韩的赫克 接受CNN专访时说 他现在所看到的一切 让人想起70多年前灾难性的韩战 而金正恩的战略 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转变 其程度远远超出了通常的武力威胁 做出了发动战争的战略决定 我认为这个时候是不同的 他可能会认为 那是有时间 实际上的动作 若从北韩近期以来 所试射的核岛武器 或许真的跟证金正恩 正在准备一场战争 24日北韩试射至少两枚 型号为火箭3-3E的巡航导弹 外观上与去年试射的 箭1与箭2型导弹相似 但这次飞行时间与距离 都相对较短 且在型号上加上了3E 可能一直搭载的同样在去年曝光的 小型化火山3E 有机会设计 火山3E 有机会设计 3E的3E 有机会设计 有机会设计 而这款巡航导弹 射程约600-1000公里 可针对海上目标更覆盖 南韩军机 这也让北韩彻底改变过去 河岛发展不针对南韩的增值 除此之外 北韩上周再释爆了新型 无人潜航器海啸五折三 这款与俄罗斯超级核鱼雷 波赛东相似的核武器 针对的是前来半岛的美军舰队 以水下核爆产生辐射海啸 将对美军造成致命性的毁伤 而改装固体燃料的高超音速导弹 与射程覆盖美国全境的火星18 这两款战略武器 更能牵制美国直渊半岛战事的决心 但纽约时报也引述北京与华府的 资深外交分析师的观点 驳斥了赫克的分析 指北韩领导层并非不理性 质疑金正恩会主动发起战争 且他还没有自信到 觉得就算自己做了什么鲁莽的事 也能让美国不敢做出回应 而从过去北韩的行为模式看 当前金正恩升级半岛情势 一方面是在南韩散布核战争的恐惧 以支持对北较为友善的南韩自由派 赢得今年4月举行的国会改选 另一方面是影响年底的美国大选 北韩可能更愿意与卷土重来的川普 重新解除 事实上历经川普时期三次的川景会后 北韩的核岛发展确实缓了一阵子 甚至炸了封锡里核四眼潮 然而美朝间对半岛无核化建成 与对北韩相应的经济补偿 谈判并不顺利 对北韩的制裁更是文崩不斗 随后川普应对新冠疫情已焦头烂额 花府的交往政策更因川普下台夹然而止 而拜登上任后 并没有把北韩列入他的外交疫情中 但把真正跟亮一边 亮久了肯定出打赦 白宫决策层虽关注半岛 但能是持续能处理的极标 避免轻视升温 然而《纽约时报》采访的匿名美方官员 显然也受到来自赫克教授的公开警告 而更关注北韩是否对南韩 采取致命的军事使用 许多人浅试 为什么拜登在台湾总统大选意外了以后 就立刻表态说 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虽然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一直都是美国从和中国大陆建交以来 长期的政策 可是有美国的总统 在台湾的总统选举之后 立刻说出来这是第一次 理由是什么 因为他们已经打不起战争 不可能再诱发另外一场 和核子大国的中国之间的战争 还想进行和中国的战争 是贸易战 是科技战 是在全球的经济战争里 把中国打下去 而不是让美国和中国 彼此互相歼灭的过程 让美国自己也削弱 让中国也削弱 让全球经济进入崩盘的状况 但美国本身目前为止 从拜登走向川普 对所有的亚洲盟友 从日本韩国到台湾到菲律宾都开始焦虑 你说的话还算吗 因为川普是一个不会依照美国过去的外交传统 而因此遵循的一个总统 他不会因为我跟谁签了协定 比如说伊朗核子协定 2016年八个国家一起签 他就单独退出 他为什么要维持他对亚洲的 这几个盟友之间的一个承诺 所以亚洲这几个盟友的焦虑 不止台湾 从日本到我们刚刚讲的韩国 很可能爆发朝鲜半岛的战争 而北韩可能也看住了这一点 所以才会在这个时刻修订他的政策 因为他们赌川普会当选 菲律宾也很可能在川普当选之后 知道自己的处境 跟在拜登时代的处境不一样 也可能因此他又在美中中间维持一个平衡 寻求自己的自保 这些都是亚洲国家 亚洲盟友面临川普 从新走入白宫的时候 自己要面临的最新的外交困境 而在过去这一段时间里头 大家所拥有的美国的承诺 都会变成一场空泛口号 然后一直焦虑到川普当选 川普走进白宫 如果川普落选了 大家喘一口气 如果他当选了 他走进白宫 他会一步一步的 到底怎么样改变全世界的外交 请看一下分析 中华民国台湾是我们共有的认同 台湾大选揭晓新任总统 以美国战略模糊 必须即刻告终 为喜目标题的评论文章 登上知名国际期刊外交政策 张文哲英国知名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 执行主任考博垂写道 美国成年的战略模糊立场 从地缘摩擦与日俱增的2023 跨越进入2024年之后 只是越加触发区域各国 对美国究竟是否会兑现协防承诺的担忧 特别当焦虑的亚洲盟友 扶驶及事实 考博垂军以去年底 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 发生的纠葛为地 表示当时北京试图阻止马尼拉 在仁爱礁为一艘生锈的二战时期船舰 也就是1999年 马尼拉政府将之标记为 其领土的搁浅船只 马德雷山号进行修复 从而引爆了菲律宾总统 小马可是要求美国 若中国试图夺回这一块潜滩 美军务必借助的协防保证 白宫也随后派遣卡尔文森号航母 前往南海 护航飞军船舰一同航行 而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 则是烤博锤口中 美国需尽快在亚洲结束 战略模糊 另一个明显的例子 发射 火星18 火星18 今年挑衅不断 不定期派出战略核武器 前往半岛巡逻 对南韩张开核保护伞 过去都是有事实 才由战略轰炸机 飞到半岛实施 危险行动 这只宣言 让南海海域出现了美军力来部署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 即可携带核弹头的轰炸机 靠博锤分析 连同拜登总统在台海情势上给出混乱讯号 极度在两岸局势紧张之际 开口中国肉入侵台湾 美国绝对干预出兵 最后又有白宫幕僚出面 开口美国战略模糊 政策不变 收拾残局 表示亚太地区连串事件发展 其实都在告诉全球拥有50多个伙伴联盟 并以致作为抗衡中国最大地缘资产的美国 正面临着被盟友质疑 作为世界霸权能否兑现协防 承诺的信誉压力 因此点明美国基于三大因素 必须更频繁展示自己 有能力维护区域安全 考博锤考量的第一点是着眼于全球与区域军事平和巨幅改变 认为中国不容漠视的崛起早已让美国不向冷战结束后 那几十年里还享有着无可否认的军事优势 在他看来 还介于中国海军势力日益壮大 是华府务必定期展示军事肌肉的理由 第二点则是美国自己给了中国反制的机会 因此必须为盟友做得更多 考博锤点名美国2021年大动作在亚洲接连组织两大区域联盟 重新恢复前日向安倍提出的美日英澳四方安全对话在先 拉拢英澳两国陈里AUKUS分享核潜艇技术在后 认为华府不再遵循北约模式做法 选择在印太地区改采中心点放射出去组建联盟 对抗中国 这种更为集中且集体的安全模式自然会刺激北京有所行动 所以白宫相对需要对盟友拿出更多行动力 至于必须考量的最后一点自然是川普回归的高度可能 面对川普在共和党初选势不可党可能回归的国际政治前景 考博成认为今年2024年将是亚洲对美国焦虑感大发作的一年 因为尽管许多人支持川普抗衡中国的强硬 但也清楚明白这位强转政客对盟友的好战态度 他因此认为从玛琳娜 首尔 东京 美国亚洲三大盟友的角度来看 拜登政府今年又必须厘清各种疑虑的伙伴义务 如果川普重新上任 美国现行的承诺是否依然有效 也而总之当美国禁制扩增区域性联盟之后 兑现承诺不再模糊 才有办法让区域安全方城市两边横等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仔询 印度被美国的重要学者 勒人达美认为 他已经不算民主国家 因为他根本就排挤了 反对党的参选资格 而前一阵子 他也进行了 对少数派席克教派的领导者 不管是在加拿大 对在美国所进行的追杀 所以他已经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但是美国的印太战略 并没有改变 在美中冲突当中 他正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加上他的人口红利 就是他还有很丰沛的劳动力 相当年轻的众多的人口 这跟中国现在开始 慢慢快要走入老林化 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的印度 非常像1980年 当时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的中国 印度即将崛起 而且印度非常擅长 他顶尖最出色的那一群人 那个金字塔最上面这一群人 他们的数学 他们的英文 他们的英文就是他们的国家官方语言 以及他们其实在这个很精英的教育里头 他正成为软体大国 所以在AI的时代里头 印度是排名在相当前面的 甚至这个排名还超过了日本 所以印度是否会崛起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他们认为在21世纪里头 美国还是会领先一段时间 最后他的总量GDP 没办法 还是要输给中国 可是中国超越的时间不会太久 没多久之后 印度就会超越中国 有这么一篇长期预测的一个报道 而目前印度的状况是 他已经不是一个民主国家 他只是拥有选举 而莫迪正透过他的选举 强化他的正当性 他这次面对选举 他做什么事情呢 他把一个小小的印度的一个庙 给盖起来 你为什么这么一个小庙 可以改变印度的选举 因为这个小庙所代表的就是印度 他就是一个国教 印度教就是这个国家的宗教 透过一场国族跟宗族主义的全面动员 因此他会完全屹立不摇 所以他们说他根本不是在选总统 他把自己变成万众之神 这是一场如此的选举 他跟民主已经没有关系 而且甚至不是独裁 他已经变成神了 中心烈为一场方式 هو一个秩庙 Ayodhya, to be king after years in exile. In the tale of modern India, it is the crowning achievement of Narendra Modi's decade in power, with the inauguration of a brand new Hindu temple. There are no words for today. History has changed. For a thousand years, we've endured this injustice. We have been given freedom. India has gained freedom for the first time today. 虽然是一场节目典礼, 但实际上神庙仅完工70%左右, 离真正的完工还要几年的时间。 既然如此, 为什么要敢在这个时刻举行大典呢? 因为印度将在2024年春季举行大选。 纽约时报说, 印度右翼人士利用罗摩神庙运动 巩固执政的能量。 神庙的落成标志着莫迪争取第三任期的选举 非正式起跑。 Foreign Policy更直接了当地说, 莫迪在阿约提亚兑现了他的承诺。 罗摩神庙的大规模宣传将进一步巩固莫迪的政治统治地位。 因为罗摩神庙的建立是莫迪政党、印度人民党维系政权的根本。 Babri Masjid蒙玉丝 阿尔导师有次区域和尔导师感染了 ! 因为高明这里的新墙兵都变出了 ! 有一次摩斯山庙的摩斯山啊! 在俄羅斯上的16世紀 但很多人說它是建立的 在老王王的生命 在1990年,BJP Modi's Hindu Nationalist Party 變成了這老信心 變成了新的動作 叫做一個印度寺廟建立 在1992年,一群人被剪刪了 在那天,一群人被剪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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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殺了一千人 此後,印度人民黨在每次選舉中 都高呼要在阿約提亞建造神廟 Modi也利用這個議題 在印度教民族主義運動中獲得支持 2002年,在莫迪擔任首席部長的 古吉拉特邦 再次爆發因宗教而起的血腥衝突 在2002年,一群人被剪刪了 一群人被剪刪到阿約提亞 被剪刪了一群人,殺了約60群人 印度人們被剪刪了一群人群人群人 也因為這起事件 美國在2005年拒絕發給莫迪簽證 直到2014年,莫迪就任印度總理 美國才恢復他的簽證 2019年,在莫迪贏得第二個任期後不久 羅摩神廟的建造有了突破性進展 從此,莫迪在印度教國族主義的路上 越走越遠 《紐約時報》是這麼說的 印度的建國先賢 極力避免讓政治與宗教緊密結合 認為這對因為1947年印八分治 引發宗教血腥衝突後的國家凝聚力至關重要 但是莫迪總理毫不掩飾地反其道而行 而這場羅摩神廟的落成典禮 無疑是一場精心策劃的造神之路 在大典前幾個星期,電視台就播放了莫迪到各大寺廟祈禱 沐浴喊禁時的盡頭 典禮當天,莫迪在羅摩神像前行五體投地大理 莫迪成為神廟節目典禮的主角,並且透過電視 向全國數千萬觀眾進行了現場直播 紐約時報說,這位無所不在的領袖 將宗教與政治合而為一 利用其豐富的資源,實現了他的前任所無法做到的事情 如今質疑他,就是在質疑印度教價值觀 而這幾乎等同於蟹堵 印度人民黨高層最近甚至形容莫迪為眾神之王 很多民主持人 試著這位寫了一訊 這位新影片,是個戰友的強迫 在對此邊的經歷 辰市中迷生了 後來越來越大女 將會失去建立一個祂山 甚至是和喀寶 你的祂山 主持人 我們上隔了很多人的報告 那些目前為民主持人 將離職領的工作 在這选業上 以為免orbidity 風族 莫迪的批评者说 神庙计划利用了印度的分歧 将穆斯林和其他少数民族边缘化 并且侵蚀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 世俗主义和多元化传统 那又如何呢 根据最近的人口普查 印度教徒占印度人口的80% 而穆斯林约占了14% Yet Modi has also made this about appealing beyond just a religious base but to India's position as an economic power Ayodhya has not just seen the temple open but a new airport and train station This is about a new pilgrim economy about tourism, about development and about infrastructure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happening at Ayodhya is this vast building project But it is simply one of many occurring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at is where the BJP has put has placed its bet on development Modi in Ayodhya But the opposition parties did not attend the ceremony 信仰是另一颗额的领域 让人们的状态上 让人们的最后顶尾的最后的尊敌家的搜索 印度正成為大國 而是全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超越了當年它的殖民國英國 這是在2023年的一件大事 它將來會大國崛起到什麼樣的狀況 會像中國一樣成為第二大經濟體 最後成為第一大經濟體 它遇到的好處跟困難 是什麼 第一個它的好處就是 現在美中之間的衝突 以及它的人口紅利 它的壞處是什麼 它的很大的壞處就是 它的男女性別其實太嚴重 所以女性在勞動市場的參與力很小 這跟當年中國大陸的覺醒是不一樣的 第三個它的種姓制度 以及它現在所實施的國族主義 都會使它內部的分裂跟衝突 以及種姓制度之下 有很多人受的教育太低 所以它的人口紅利看起來很多 但是事實上 那些人口紅利的很多人可能是文盲 因為他們在印度是得不到教育的機會 廣場上一望無際的印度教神聖翻紅花色 印度總理莫迪三十秒內連續三遍如鑄導死召喚三次重複同一句話 印度教主神皮什努的十大化身之一 羅摩神是印度神話中阿約提亞國的王子 在許多印度人心目中 他就像中國的搖聲與湯 是賢王與智師的代名詞 他就像中華民族 他就像中華民族 奮勇前進 就像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刮在嘴邊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不斷挑起中國人內心澎湃的強國夢 印度領導人莫迪也依循幾乎同樣的論述 考慮與政治語言激發出印度人對於一整個國家 一整個民族在受盡殖民悲屈 與人間苦難失戀之後 從土地翻身 昂首跨步 走上世界舞台前方 那個世人喬首仰望聚光燈下 最耀眼中央位置的美好想像 的現時代 是不是了 美國人來自一個新人的西奧 此次的地步 跟我們在這次參與 和我們需要和大家的大利益 和利益 中共不肯無能了 所謂 今時中華民族 东升西降的剧情成为近几十年 市局运转主轴 在中国成长放缓之后 全球投资人开始寻觅亚洲周边市场 下一个具备与当年中国相同潜力 和爆发力的新型经济体 其中南亚大陆上 古国印度 由于人口量体惊人 青年劳动力充沛 再加上2014年 现任总理莫迪上台以来 积极推动现代化与情商路线 被认为有潜力复制中国模式 成为下一个世界工厂 因此包括德国车厂福斯 美国苹果公司 南韩三星与台湾代工业者 鸿海 河硕等都积极抢劲 扩大在印度设厂或拓点 在全球产业界掀起一股印度投资热 追捧这个南亚大陆上的新大国崛起 中国已经不再增长了 不再增长了 新的丹朝平 柔软的国家共产 以来1970年 我们得到的 之后是 季欣平和 Mao Zedong 就是击杀了叶人 我不说中国完全不投资 只忘记了 但是明显然 今天所有的利益 都是印度的利益 建設 稅值貨幣 外匯存體 甚至是積弊已久的貪腐問題 都有著不同於以往刻板印象的 進步面貌 然而如果說未來的印度 有機會取代今日的中國 那麼今日的印度不可諱言 在許多層面上 就仍然處在上個世紀 中國剛崛起時 那個深色摸索 青黃不接的階段 我們必須認識 俄就全部流閡電力 中國增加變相政府 這裡是最關鍵的 中國 пов pén大市是十分落 中國 sett天國貸幣 它總共增長 侍者 中國放於各種 商門 中的失役 Quj 香港 中國 在 countries 東 devrait region India and China even when China is slowing down and India is going faster has only increased in the last decade or so. China clearly has been a manufacturing machine and very very successful. I think India is a little different than there. India is not a and it has not been terribly successful. It has had some successes in some areas 相较于中共极权政体 可以一声令下 投入制造业与出口贸易 印度的民主制度 则应选票考量 施政手段长期偏向 金钱补贴和保护主义 以至于在开放外资 和降低关税的脚步上 至今仍相对缓慢 平均进口优惠 关税税率为18% 远高于中国的7.5% 和欧盟的5.1% 此外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 就大力引进外资 和包含台商的外来企业社场 短时间内创造出惊人出口额 和庞大的就业机会 仿制、家电、科技业厂房 如雨后春水般冒出 出口导向的制造业 在中国GDP占比一度超过三成 对比之下 今天印度经济三兆产值中 制造业只占一成左右 除非能够积极改善投资环境 降低外企进入了门槛 否则很难扛下世界工厂 这个过去曾有亚洲四小龙和中国 先后承接的响亮图形 是在门槽中的问题 是在门槽中的问题 有25年,未來的20-30年, 有年輕人會進入這個少許的環境, 有更多的公民的優勢, 教育,健康,城市,環境,和法律的系統。 事实上今天印度的经济活动 仍然有高达四成比例 来自农业产出 反映在劳动市场上 代表大多数的就业机会 还是停留在农工低薪领域 这也导致了青年事业率飙高 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 找不到工作的比例更超过四成 另一方面 印度的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 对照同样曾经是文明古国的中国 今天中国的女性就业比例 早已超过七成 但印度的妇女却因为社会观念 保守停滞不前 以及极度的重男轻女 导致女性劳动参与率 影值两成 大大压缩了印度经济 向上存储的空间 女性劳动参与女性劳动参与率 他们应该是最主要的 女性劳动参与率 应该是最主要的 这就是女性劳动参与率 女性劳动参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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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阻碍祸唱其流的保护主义 和社会的保守封闭 印度与中国崛起之路 之所以很可能走上不一样的分歧道路 最大贞结还是两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与宗教环境有着根本性的差异 称习马克思主义的中共政权 几乎禁绝所有宗教活动 目的就是避免在自身之外 树立其他的威权偶像 并防止宗教对立引发社会动荡 然而莫迪与其领导的人民党 把持政权和选票的手法 却是反其道而行 刻意炒作印度教与民族主义 和国家认同之间的连结 藉由讨好占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 来攫取政治利益 其结果是人民党与莫迪 在过去十年独霸政坛 一次又一次赢得连任 但操弄宗教情感和身份认同 却像是隐正止渴 长期而言必定加深社会对立 埋下族群冲突的隐性 就像中国过去四十年 乘着极权高效的快速列车 直奔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宝座 却因为极权导致独裁 赚断的弊病 软脚失速于达政之前 今日的莫迪政府脚踩印度神教 深深召唤民族主义的洪荒之力 如果未能意识到 前方的社会动荡风险 再冲下断崖前及时踩下刹车 只怕难免走上与北方近邻 殊途同归 崛起却无能登顶的道路 空流强国梦碎的历史未经之夜 空流强国梦碎的历史未经之夜 全球经济在过去这段时间里头 最重要的两大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美国的经济 超过原来的预期 不止没有衰退 它还比预期增长了3.3% 而中国出现了资金大量外逃的状况 中概股在全世界都大跌的情形 这是一个两个完全很不同的一个反差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周五的美国股市 道中指数上涨0.16% Nexit下跌0.36% S&P下跌0.07% 美股一周分别上涨0.65% 0.94% 1.06% 如果已经连续六周上涨了非常的久 如果比起疫情时期的最低点上涨了将近100% 美股的指数继续上涨0.19% 因为看好美国的经济黄金期货 来到了一盎司2017.3的一个价格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的上证指数 本周在中国大陆宣布整个国家几个重大的政策 尤其是降准之后 主要的就是旧股市 上市指数上涨了2.75% 香港的恒生指数因此也上涨了4.2% 而阿里巴巴指数在创办人 马云以及现在的CEO蔡重庆 都买入自家股票的情况之下 上涨了8.01% 腾讯控股上涨了4.13% 拼多多下跌了1.3% 比亚迪下跌了2.51% 从2023年以来 从去年年初到现在为止 上证指数下跌了5.8% 香港恒生指数大跌了19.36% 阿里巴巴下跌了17.91% 腾讯控股下跌了11.01% 拼多多倒是逆势上涨了73.84% 比亚迪上涨了0.28% 虽然它超越了Tesla 成了全世界最强的一家电动汽车公司 在半导体的部分非常值得重视的是 Intel交出了完全是转赢为亏的一个财报 在这个情况之下 可以说是Intel的未来 大家完全不看好 股市暴跌了9.35% 这也预期了什么 当时由他们所发动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包括对台积电的各种反游说 最终的结果 美国的半导体并没有起来 Intel并没有太大的起色 它大跌了9.35% 台积电继续上涨了2.68% 三星电子跌幅了0.5% 这预言了美国未来的半导体产业要复苏 其实是一点都不容易 而本周几个美国科技股价 包括AI的部分 NVIDIA继续上涨了2.59% AMD上涨了1.73% Microsoft上涨了1.32% 而且Microsoft进入了3兆的公司的行列 变成对全美国最耀眼的公司 Alphabet上涨了3.93% Amazon上涨了2.43% Apple上涨了0.45% Mita上涨了2.79% Tesla因为它宣布了 它的整个最新的财报 完全是不如预期 因此大跌了13.64% 而本周对美元的汇率 欧元贬值了0.4亿 日元贬值了0.02% 然后韓款升值了0.19% 新台币升值了0.34% 来到31.297% 人民币继续升值了0.22% 在本周的雅股指数里头 日股下跌了0.59% 韩股上涨了0.24% 台湾加水指数上涨了1.77% 新加坡的上涨了0.23% 印度很多人开始注意到印度的股市 本周下跌了1.37% 可是开始进入很多资金涌入 而整个中国大陆的资金是逃亡向全世界其他的国家 包括了美股 包括了日股等等其他的股市 我们来到文献的世界 财云中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